咳咳 好這張開頭 咳咳 靠北 所以這是開始了吧 嗯對 這次是 這裡 好今天這一週是一個 資訊量非常爆炸的一週 超級爆炸 大家要很專心一點 今天他們不是隨意聊啦 大家都不想聽 我們今天有一個 重量級來賓 來到我們現場 對 我想講這句話講好久了喔 沒想到我真的講出這句話了 你說終於叫到重量級來賓嗎 對 重量級來賓 對 剛剛好像被他 就是無限昇龍拳 一直往上一直尻的感覺 就是 好 滿滿的資訊 滿滿的經驗 這樣子 很有趣 對 所以重量級來賓是我們的 桌遊菜鳥 對 他已經回家了 你們待會可以聽到 我們的聊天內容這樣子 聊得非常盡興 從他坐下來 一起吃便當開始 那一瞬間就開始 聊聊 沒有聽過 哇 甚至要到阻止的程度 我們就說 啊你先不要講這個 先不要 先不要 待會再講 但基本上 話題是聊不完的 基本上就是 都對座友非常熱愛 然後也在這個領域 很有耕耘 對 他有一段我們沒有 接觸到的那一段歷史 因為他比較早 像是他剛剛聊到那個 過去的極致的部分 對 其實有玩過 比較早的遊戲 瑪雅 大國絕期都會 蠻有幹的 但是就會覺得 欸我好像沒有經歷過 那時代 有點像是聽歷史故事的感覺 我覺得很酷 我覺得至少對我來說 就有挺多啟發的 對啊 是有解答到我的問題 遊戲的一個 時間進程 然後我們在現在這個 時間點 然後就是怎麼看待桌遊 就是這麼 就是很多一個新遊戲的出現 然後他新遊戲的 一個機制 他為什麼這樣設計 就菜鳥他有從 就是很多設計師的角度 去揣摩這個設計師的用意 我覺得這是他很厲害的點 大家接下來會聽到一些 有些應該會是我們作為一個 可能你關注他Facebook 但其實 你看 你都看到他的產出 但你其實 像我都提出一些 我覺得 我好像在這個菜鳥 這麼大的防守領域之中 我看不見他的一些地方 那我覺得在 大家接下來聽到訪談 應該就是可以彌補那個 我之前會覺得 有點不太自然的一個洞 但是他一講完 我就馬上 OK我理解了他 這一條路上這樣走來 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 他還蠻願意跟我們聊他的 他的感受 他的處境 然後他的就是 轉變的原因跟過程 對 我覺得就是 很很很 很舒服的一次 很舒服的訪談 我覺得今天聊下來 就是會有很多 就是菜鳥他在這幾年中 堅持做他的一個Facebook 累積下的經驗 然後會在這 就是接下來的一個訪談吧 雖然我覺得不太像訪談 比較像是就是 他一直在 個人表演 對他一直在秀 combo combo 然後我們就是像一個學生一樣 就在旁邊聽 然後就 記筆記記筆記 這樣 也不到這樣子 對 對我來說就是 一個 很有內容的前輩在講話 好 那我們就進主題囉 要破題嗎 好破題 好我們今天 非常的特別 我們今天有個重量級來賓 對他連續兩個禮拜 來到我們的城堡這樣子 最辛苦他就是 來到這裡要爬六層樓梯 辛苦了辛苦了 太辛苦了吧 最大的障礙 還有你沒有問我 有電梯嗎 沒有 我那時候邀請菜鳥的時候 也想說這個要不要寫上去 我就說不要啊 寫上去說不應該就不來了 只是個驚喜 對對對 但我看到六樓就隱隱然覺得 好像又不對 大事不妙的感覺 而且這個區域感覺好像就是 只有沒有電梯的東西 對 歡迎來到六樓的 桌遊辦辦 工作室 是 是 沒有鳥飛進來的梗了 我每天都要找一個梗 欸那鳥怎麼自己跑進來啊 對我真的不 對我是自己跑進來的 我直接丟冠婷說 欸我可以來上你們節目嗎 對啊 自己跑進來 好那今天呢會跟菜鳥一起聊天 嗯 我就不用看反鋼嘛 反正是假的對不對 歡迎來到桌遊辦辦 我們一起來聊桌上遊戲 我覺得菜鳥是在品味機制這件事情啊 像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菜鳥會常常拿一個詞叫幻術這件事情 就是我玩遊戲我不會想要去 我甚至不會意識到幻術這些事情 幻術是什麼 幻術是什麼 是羽製波還是 還是幻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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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ic 就是幻術其實就是 英文我覺得比較準確叫 trick 就是一個 trick 一個戲法 對一個戲法 設計師做的一個 trick 那我覺得 trick 那我覺得 trick是遊戲重要的調味 嗯 因為很多歐式遊戲玩家 享受的是還沒看破 就是揭破它的過程 想要破解它 尤其像那個藍絲這樣子 就比較重度 你就想說我要找到必勝方程式 一定有必勝方 對就是你可以聽到說藍絲平常在聊天 他會提出的可能都是一些 比較偏機制的一些 對 那幻術我常講幻術其實就是那個 trick 但trick的意思也就是說 它是設計師的一個外面的包裝 如果你的 trick做得好 那所謂做得好的意思是說 沒有平衡上的問題 然後或者是也沒有什麼 讓玩家詬病的問題 那那個 trick就會是magic 就會升級 所以例如說主題跟機制沒有辦法切合 那是一個 trick沒有做好 如果只是主題跟機制沒辦法切合的話 我都會覺得是編輯的問題 包裝的問題 對包裝編輯的問題 但是 trick的本身比較像是 譬如說我舉最近的一個遊戲 這樣講完那個遊戲是不是就沒人買了 我們可以考慮這段要不要剪 考慮而已 三秒後有在怕的嗎 我講我講 譬如說最近有一個比較ball and dice 第二個遊戲就是那個四方之地 印加地 還好我沒買 馬上就馬上就好了 沒有叫大家不買 我先講這時候就要消毒 我覺得它是好遊戲 我在評論裡面我會寫說它是好遊戲 但是像它很明顯 它就是那個 trick就是會被很容易看破的遊戲 因為如果有玩過這個遊戲的玩家 大家就可能會有一點理解 都會覺得它好像是以公白為主的遊戲 工人擺放為主 後來我發現這個遊戲公白根本不太是重點 就工人擺放這件事 它把公白系統做得很複雜 然後很多選擇 然後比重又很重 因為那個遊戲是玩家輪到你的時候 你要嘛就放工人 要嘛就要像博多利哥一樣做所謂的祭司行動 就走一到兩個你做主行動 其他人就follow做副行動 把這兩個合在一起 他把這兩個合在一起 所以你一看規則是不是很興奮 工人擺放叫博多利哥 這是不是可以跟風機制 然後等到你玩完兩三次以後 你會發現這個遊戲必勝方程式只有一條 你一定就是可能要拿掛布 然後你拿了石頭就一定要蓋階梯 如果你不這麼做 你做別的那就很挑戰 你可能運氣要很好 或者是你做別的剛好有達到你的起始的支援牌 那像這種Trick呢 我就會覺得是 他是比較單一的比較薄的 他比較不耐平 就是不耐玩 他路線太單一了 對 那一旦玩家看破了 可能樂趣就會降的很快 他可能每次玩這遊戲以後就是固定 固定先做這個再做這個 接下來一定要這個再這樣再一個 他就可以霸凌還沒有看破的人 對他就可以霸凌還沒有看破的人 但我不會因為這樣就說他是不好的遊戲 因為如果四個都是很熟這一套的人 就是都要真做這件事搶做這件事的時候 那個遊戲還是有他的可玩性 只是因為他又把遊戲結束的節奏又交給玩家互動 所以那遊戲很可能久動就結束了 所以可能喜歡堆引擎堆資源的那種玩家 挫折感會很強 因為堆引擎堆資源就是一定比比較爛 對所以對我來說 那個遊戲的機制還是Trick 他不是Magic 那Trick能變成Magic就是 其實那個標準我覺得就是 在場的就是大部分的玩家不會對他太挑剔 就是沒有可以挑剔的地方 就好像譬如說如果今天那個你們上次評的那個得分沙拉 得分沙拉那個變體規則 你要讓你的下架最低分 他就讓Trick變成Magic 在得分沙拉階段你會覺得那是Trick 那你堪破了你就覺得這什麼東西 但是可能你套了那個變體之後他就是Magic 你就覺得我挑不出毛病了 對那我是用這樣的態度啦 那因為平遊戲大家其實說實話都很主觀 所以對我來說我就是我自己覺得 我看破了就是Trick 我沒有看破可能對我來說還是Magic 所以其實很多玩家還是可以罵我啦 譬如說我可以說某款遊戲太Magic 然後他在底下留言MAY你腦部 這就是做樣子 這就是那樣子哪裡Magic 對哪裡Magic 就根本是Trick 那我覺得設計師是很享受這個過程的 我猜他們在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甚至我可以跟你們分享 其實我常常收稿嘛 我發現有很多設計師自己做的機制自己看不破 是因為已經在霧裡面了 已經自己就是當局者了 其實很多而且不只國內 其實國外很多設計師我們收稿的時候都發現 他自己做的遊戲他自己玩不贏的 就組合機制是一件事 然後你懂得看破又是一件事 對然後你不一定要能看破才能當設計師 那這也意味著另外一件事 也就是說可能有很多設計師做的時候 他是不知道自己的問題的 因為他看不破 那那個時候遊戲的第二個角色就很重要 那就是要編輯 出版社都有一個這樣的人 叫編輯 玩了你的Prototype 然後就在那邊想說 吐槽你 對吐槽你 然後或者是說告訴你說這遊戲出了 不會有人買了 你不要做了這樣 或者是說他覺得這遊戲機制太好了 可是這主題實在太瞎了 要換一個 然後或者是這遊戲 如果美術不夠好大概不會賣 比如說那個Disney就是說書人 他可能覺得這機制很神 他們完全是在美術上 對但美術要花大錢 就是會有這樣一個角色這樣去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編輯夠好 就有很多遊戲是會脫胎換骨 比如說我再舉一個例子 像Barrage就是水壩那個遊戲 大家如果有玩過的話 可能就會覺得那個遊戲好像很出色 其實我在現場的時候 有跟設計師聊過天 那個第一掛名的設計師 他其實就做了那個水壩的系統 那個上游到下游水發電 然後其他都沒有 然後大家玩完那遊戲就覺得苦不堪言 就覺得超苦然後非常卡 然後玩家體驗普遍不好 然後出版社也會試測 大家都說這不是一個正常的人 會玩的遊戲 因為體驗太差 結果他們就找了誰呢 他們就找了Simon Simon就是做那個 那個閃子遊戲的那個團隊 特奧地瓦卡 眾神之城 對那一系列他們那個team 那那個設計師最厲害的是他都暴力平衡 那就是方箭盃那一位嗎 對就是他們那個team 他就是他為了要讓那個遊戲玩起來不苦 他就做了分數沙拉的機器 就是有沒有你會發現水壩的擴充跟旁邊掛了一堆 就是你甚至可以不發電 然後也可以跑個二三十分三四十分有沒有 你就像一盤苦瓜排骨湯 然後他就給你加了味精 這是一個插件式的規則加上去 然後他其實做的工作比較像編輯 他們其實插了味精 包括那個Blaze也是一樣 Blaze本來是Lancasia 就是最早的Blaze版本 那他們重製的時候呢 出版社就跟馬丁說 他們覺得那個遊戲太old fashion 太老了 然後甚至那個很多人都對出貨翻版塊 那個棉花的版塊的運氣就是很在意 但老遊戲都這樣 很多老遊戲馬丁的老遊戲 你都無法理解為什麼 譬如說像那個Struggle Empires 就是要紙骰才能去海外 然後或者是像他Edge of Steam一樣 補資源也用紙骰 然後你就無法理解為什麼要紙骰 你整個到尾撤退 就這麼重度這麼高 你為什麼要用紙骰 但以前的遊戲真的就是這樣 那像Virminghan他就是編輯改的 編輯玩過Lancasia之後 他就覺得我要把這個翻版塊 他運氣拿掉 然後我要加一些現代桌遊玩家 比較喜歡的要素 比如說隨機性開局 或者是讓你可以置換你的手牌 棄手牌 這個所謂的現代規則 因為我一直很納悶 就是這所謂的現代規則 跟Old Fashion的規則 到底是怎麼 為什麼會演化 就是我之前有跟一個很不要臉的玩家 叫AG 就是做了一個桌遊東西軍 我記得我第一個拿出來比的遊戲 就是轉盤的那個遊戲 馬雅立法 對馬雅立法 VS 特奧迪瓦坎 然後我覺得馬雅立法就是很典型的舊遊戲 舊式遊戲的特色就是 對現代的歐式遊戲玩家來說 舊遊戲的規則都很簡單 就是輪到你的動作選擇 大概不會超過三個選擇 就三選一 然後就一二三 就是收人放人 對 然後再來就是前後不會再給你什麼extra action 你還可以再加些什麼 是指沒有combo的感覺 對就是他也不是combo 他是說就是你動作很簡單 那像現代遊戲呢 他給你的組合手段會相當多 比如說輪到你動作十選一 像方箭杯就有這種感覺 然後動作的前後還可以combo這樣 但是舊遊戲因為這樣子學習曲線比較低 但是他的這個後面的策略貫穿度會要求的很高 貫穿度就是說 你一定要從頭做到尾都要做得起來 都要串得好 比如說一條得分鏈上要做ABCDE 你都要規劃好 對你每件事都要做到 那這樣會不會使他的容錯度也變低了 比如說中間被卡 ABC的C被拿走 是 所以這種比較老的歐式遊戲 很多都是容錯是不高的 然後甚至也沒有後綴的 但是老手會很享受 其實有點讓我想到龍家樂的感覺 雖然龍家樂其實對有些人來說可能沒有很老 但是他就讓我感覺說 龍家樂可能有十件事你必須做 對那萬一你漏了一兩件 你可能就是廢這樣 對因為龍家樂的玩家 你看他最後都在算嘛 他說我如果一場遊戲要50分才會贏 其實我大概我要拿幾幕 然後我要升幾隻 然後我要幹嘛 然後我要拿些牌 他其實已經想好整場要做動作就這些 他剩下的就是想辦法在這個玩家互動中 把這些執行完成 對 然後再加上那個季節卡的順序有時候 可是那個調換就是很少的 對那老玩家會很享受 因為他們都很熟 所以而且通常老式的歐式遊戲是有很明顯的套路 比如說像瑪雅立法他就是有什麼資源流 有骷髏流 有玉米流 直接看得出來 對所以玩家們就知道 你要玉米是不是 你要玉米是不是 我這場不玩了吧 咔死你 所以現在的玩家比較不喜歡 是不是因為他們少了那種迷霧中探索的樂趣 就跟你剛剛講的 對然後 再來就是因為歐式遊戲要進到比較廣大的市場 他面對一個課題就是 不是每個人都那麼樂於禁忌 我剛剛其實講到我一直在想 這些其實都是建築在勝負上嗎 我說這些所謂的trick magic 我說像剛才有講到說 有些設計是甚至自己他沒有看破他自己的 對那是不是因為其實他不是建構在勝負之上 因為你要破trick你其實就是想要 要研究他 要想要贏了 對我應該說什麼 就是像菜鳥你enjoy的是看破trick的這個過程 還是基於判破trick之後可以追分的分數這件事情 還是oboss 我玩遊戲就是我覺得勝利是很好的樂趣來源 但我更享受的是就是去理解說 他那個機制為什麼要這麼設計 所以我常常在玩一個遊戲的時候我都會想說 為什麼這樣做要給我分數 為什麼設計師要做一個這麼奇怪的行動格在這邊 這是主題上的還是機制上的 都會有就是主題機制都會有 包括甚至機制玩完整個遊戲玩完就說 他為什麼要套這個主題 是因為這個機制本身就跟這個主題很貼合之類的 對我會去想想這些事情 那剛剛講到那個遊戲新舊玩家比較 我們就回來講特套地挖坎 就特套地挖坎就很明顯 他不像那個瑪雅力法 特套地挖坎是一個你知道 他其實不卡玩過的都知道 就幾乎是每個人在那邊跑骰子 那你有些某些特殊的行動雖然會被卡住 但是他都給你容錯的代價 比如說你在做些什麼就可以把它擠掉 你要準備的只是更多的資源 然後再來是現代遊戲非常喜歡分數沙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讓你算不出來 多一層要算 因為算的數字太大了 可能你我這樣子就可能把某些設計師 他的幻數講出來 有很多設計師我們在測Polotype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你這個可能不太平衡 他說那這樣好了接下來所有的分數 本來只能拿1分我們就乘以3 然後這邊乘以4這邊乘以5 這樣算出來就幾百分 所以你很難去算的時候對手這一動30分 到底是我我大概也會幹這個事情 我就是大家就好 而且乘以3很爽啊 然後玩家就覺得你玩一個遊戲 最後只得到26分跟你得到260分 爽度不一樣 所以回饋感的問題 所以現代遊戲你就會發現 什麼好像比較新的遊戲 玩一玩都是兩三百分 其實就跟現在就跟遊戲的進展一樣 以前一代RPG遊戲打一下是10滴血 現在都是幾千幾萬 沒有 Diablo 3是幾十億幾百億在跳的 他已經不是數字 他是一三一一 還沒有寫國字可以看的 然後現代的歐式遊戲也比較喜歡 就是多路線 對 讓你去就是不要被卡死 其實就是提高容錯度 然後甚至適當的提高後追 所以你也會在很多現代遊戲發現 他排庫有階段設計 Face 1、Face 2、Face 3 所以當從我們看到一個遊戲 他做這種設計 Face 1、Face 2、Face 3 卡牌卻沒有強度變換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可能就會看得更仔細說 他是不是要改變路線或改變類型 但基本上現代遊戲的歐式遊戲 都會朝這幾個方向 其實他們的目的很明顯 他們希望更多 不是那麼競技類型的玩家 也願意進入到歐式遊戲的圈子來 然後不要那麼快就被挫折 不要第一圈就被慘捏個什麼100分 可是多路線有時候 其實他是一個假象 就像你剛剛說的 其實有的路線 他設計起來就是爛 像我之前玩一個 請給我陳套收集 謝謝 像我之前玩那個Village的時候 他裡面有一個旅行的路線 但是我們玩了好幾次之後 發現旅行就是爛啊 村莊嘛 然後旅行就是絕對爛 所以後來他出了Core 改良改良 所以我每次看到這種路線很多 我都會覺得 這次是有假象 對對對 那就是一個trick 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trick 就是 像我們常常遇到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都會做一個假設 到底 設計師設計的有的是 是希望大家多路線呢 還是希望大家都只做一條 然後比誰做得好 然後我們會想這件事 這時候才會認真去算配分 才會在那邊算說 你看我在這邊做三動才幾分 你這邊做三動幾分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覺得設計師 那我們就會想說 那他放這個幹嘛 然後我們找不出結論 通常最後這個結論就是 讓還看不懂這遊戲 對我來說 就是像我可能我對勝負沒有這麼執著 對我來說 像VG多了那條線 我可能就是會想要去玩玩看那條線的人 當然你玩過頭 那到底在幹嘛 但或許在一開始的體驗 maybe他是有效的 他玩阿媽媽特不賣書 只收學生 好啦這是一個錯誤路線 但是但是 對 一定要打算講 其實這也有提到 我最近就是跟那個阿月路做保健師的時候 有提到一個歐式遊戲玩家 假設你是喜歡歐式遊戲玩家 我們都會鼓勵 尤其是很多前輩會在書裡面寫這樣 是說鼓勵歐式遊戲玩家 就是求勝而不好勝 對 因為求勝是一個盡力的過程 就是代表你有對得起桌上的人 就是你要盡力 總不能 至少你沒放棄 總不能你不能搗亂 一個踩資源遊戲 從頭到尾你就一直踩資源 踩資源就不換分 對 或者是把大家的牌都拿光 就是 搗蛋鬼玩家 你知道為什麼很多歐式遊戲 都會告訴你說 資源其實沒有數量限制 以前不是這樣的 老遊戲以前很多的規則是 你有沒有發現 都說資源是有限制的 對 現在都會寫說 你可以拿別的東西代替 對 以前老遊戲是這樣 你拿光了大家就知道 玩農家樂把石頭卡光 不要拿 對 這遊戲就毀了 大家都不要煩 很多時候是房呆 就是防止玩家毀掉這遊戲 好 那求勝又不好勝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也能做到求勝 但不好勝 你就有機會體驗到遊戲的更多層面 因為很多遊戲就是像那個高爾講的 就是不是你要贏才覺得好玩 你可能在過程中 因為機制 因為回饋感 然後因為那個跟主題的呼應 你做一頭 你頭部失掉了 而且要送舊的那一個版本 沒有啊 反正也沒寫名字在那邊 沒關係我有一盒 我陪你們 沒事沒事 我們及時就會來三秒定律 他有一點點防水 太激動了 剛剛講到哪裡 忘記 帶回饋感 求勝 求勝而不好勝 你就會知道遊戲有更多 不是只有勝利才能得到樂趣 層次 包括過程就可以 像之前我們有聊過一個遊戲叫做五大部落 喔 我是這樣玩耶 他是破旗機制嘛 然後其實說實話啦 你如果是一個很老的玩家 然後你玩過這遊戲兩次 你就會發現這遊戲就是很精美的幻數 就是這遊戲不管你怎麼做 其實大家分數都差不多 是喔 結果你不要太誇張 結果你大概只要理解這個破旗遊戲是什麼原理 你隨便亂做都可以喔 你最後勝負的分數可能都不會差太多 可能都二三十分 然後你就會發現是設計是故意的 因為五大部落的出版社是Days of Wander 是一個家庭遊戲的專家 他們專出家庭遊戲 那他就會想說 那我竟然做了破旗一個這麼難的機制 那是不是我讓大家不要太挫折 我好想體驗一下你說的這個幻數 對對對 然後所以你知道嗎 其實有很多資深玩家 是說五大部落是分game的 我知道那個PG蠻高的吧 對對對 其實有很多很geek的玩家 都會說五大部落有什麼好玩的 這是個詐欺遊戲 五大就一直會被歸類在家庭遊戲的範疇裡面 原因是因為他們沒有得到那個 一群自稱是超級geek玩家的認同 說因為五大的幻數是你的選擇 會越來越少 就是他是一個一開場很大 但你越來越熟練的遊戲 就做到最後越來越熟 那越來越熟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就越來越好算 所以對大部分的玩家來說 這是一個越來越好算的遊戲 所以會越玩越快 然後第二個是 他其實裡面每個顏色相仁 其實就是一個路線 所以通常你這個路線做完 你也沒得選 你就一定會轉第二個第三個 然後他每條路線的配分比又差不多 然後每個玩家的行動數又一樣 所以基本上最後的玩家分數是會很近的 我玩那個遊戲 除非裡面有完全不懂歐式遊戲是什麼的玩家 不然只要是大部分人有體驗 分數差距不會太大 不會發生那種 你們玩那個生育學院什麼 狂虐100分 那種狀況 因為他是引擎構築加滾雪球 然後他後面是非線性上去的 那個遊戲是要忍住寂寞的 那種遊戲的玩法就是前三輪一分都不拿都沒關係 因為你後面可能一動就五六十分 你根本沒在怕 而且動數都越來越多 其實大部分的遊戲都是動數其實是越來越多 甚至那個遊戲到最後我們都在搶教授跟搶工人 然後我們甚至都會研究說如何在第二輪生出自己的第六個工人 這種手法就是開場以後就四個人有沒有盯著這邊五分鐘在想 我要怎麼在兩人抽出來 抽出六個工人 然後一步都不下 我要怎麼在第一輪就把這個教授卡死成本是我定義的這樣 為什麼高爾一直搖頭 我還在換術說 什麼動數越來越多沒有我沒有顧教授 動數越來越多 高爾沒有教授 高爾是在顧那個漫畫的那個編輯權 這時候就要問贏的人啊 對啊 對啊 我有四個教授五個教授 那我一會兒會動力舞動欸 所以這個就是我覺得老遊戲新遊戲啦 還有幻術跟這個Trick跟Magic的差別 我自己的定義這樣 我想問菜鳥就是 扣除什麼門檻啊 什麼的天天因素什麼都不講 那對你來說你的最完美的遊戲是什麼 午晚飯遊戲對不對 對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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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問 大西部之路加擴充 蛤真的喔 一路向北 只有主遊戲我不會給它最完美的 如果有一路向北擴充的話 它在我心中是我午晚飯的遊戲 我想知道這是什麼讓你 可以這樣子直接就說它是一個完美的遊戲 是有兩個主因啊 第一個是這個遊戲是我第一次自己看規則 教學而且是教學 看規則加教學 初戀的感覺 初戀的最美 從無到有喔 就什麼都不知道 而且那個時候我看的是英規 從英文規則看完到教大家怎麼玩 大概五年四五年前嘛 對然後還拼命看霧這樣 前面兩場都玩錯了 就是有一堆的細節 對會漏失這樣 這是第一個事情 就是剛剛藍石講真的是初戀 然後第二個是這個遊戲勾起了我一個很好的回憶 是你知道其實我以前小時候 大家我不知道有沒有玩過大富翁 我每次教新手玩大西部之路 其實大家如果有玩過會知道大西部之路的規則 複雜度真的有點高 就是細節很多 那玩起來真的就是賽跑遊戲 對然後但是都被我們玩成大富翁 就是一邊走啊 一邊蓋建築啊 然後過路費啊 然後要踩 所以為了不讓新手不害怕 我就說我們今天玩複雜一點的大富翁 複雜一點 那一點超大點 這招是有效的 還是真的只是騙進來而已 真的很有效 其實被我可以這麼說 我教人玩大西部之路 就新手 甚至有那種真的只玩過大富翁的被我教大西部之路 然後我們那場玩了七個小時 因為光理解規則就那麼久 但是沒有說不好玩的 被我教過的沒有說不好玩 然後剛剛那些是比較輕的理由 那真的中重度的理由 就是對遊戲那種理解是 我覺得這個遊戲有兩個部分 我真的很欣賞 第一個是氣牌也能做事情 而且氣牌是那個遊戲的關鍵 大西部之路玩過的玩家都知道 像Dominion這樣有一個自己的牌庫 那就都是牛 對自己的牛排 然後你在執行事情的路上 可能會要求你要棄掉某些牌 就像成本一樣然後做事情 以前我們很少玩過遊戲是棄牌是關鍵的 就是我們通常玩遊戲都在想說我要什麼牌 我要構築什麼牌 那個遊戲是包括我不要什麼牌你都要想 不是我不要的就丟掉 博明漢 博明漢也是這樣 博明漢有些動作是你要就是 你一定得出牌才能做 但是那個是你想要保留你某些後面的牌 保留你不想氣的牌 對他沒有氣牌可以用 對然後大西部之路是 你那個最不想要那個牌 反而是你構築行動鏈中很重要的幾個點 你一定要留住的 這是第一個就是他讓氣牌真的很有益 第二個是這個遊戲的結束遊戲的節奏跟大家分數的高低 完全取決於玩家互動 就是那個很多遊戲我們都講完說就是你打完幾分 比如說我們都可以都可以拉出一個關節 策略遊戲玩家每次聽完規則 第一個問的問題是這遊戲要贏大概要幾分 所以一動大概大平均會有幾分 大西部之路沒有 就是很多人如果你對大西部之路遊戲的理解是 你拿到130就一定會贏的話 我就會跟你說你玩太少了 你沒有遇過那種快攻型玩家 但我覺得Fist的遊戲好像很多都很像 很像這種機制像那個馬拉開破 對就也是好像是三圈吧還是幾圈 就直接獲勝 所以玩家的策略會大大影響遊戲的進展 對對對那就變成說這個遊戲絕對不是一開始你開局 你想怎麼樣就可以怎麼樣 你可能一開局就發現有個機車的快攻 而且從頭到尾就一直進城一直進城一直進城 那你就會發現你絕對不能選一條要堆起來才能走的路 你一定要想辦法反擊 你的策略要依照玩家的策略去反制 調整節奏 對這也是我非常欣賞他的地方 就是很多歐式遊戲的會有套路 那大西部之路也有套路 但他有趣的地方是說他很多套路 但是你是依據玩家的反應來選 而且是要臨場變化 那不像就是很多 比如說像SF很多遊戲是你開場 你就說我們今天要來走個什麼流 對對對 因為東西都攤上給你看的 你有點像是菜單在選菜的感覺 對對對所以這個遊戲一直以來 是我心目中最好的遊戲 到目前為止都是這樣 所以他的機制本身其實是建構在 你跟不同人玩他就會產生出不同的環境出來讓你去 對就是你會有不同的體驗跟策略啦 比如說如果今天假設你遇到三家 可能都是那種很龜的 那你也會在家裡龜 那遊戲可能就會玩很久 然後每個人玩出來都幾百分這樣 可能150 160甚至有到170這樣 那可是我有玩過一場全場沒有人破百 就只有六七十分 因為大家都在賽跑 對大家都在賽跑 每個人都在搶 因為那一場我講規則的時候 剛好我印象很深刻 是2019年那個出版社辦了大西部之路的比賽 台灣嗎 對在國外就是那個出版社 然後他還有把全程放到YouTube直播 然後我去看了那場直播 然後那些冠軍選手就厲害的選手的玩法 真的都跟我想像不一樣 他們真的就是快攻 就是一直進去一直進去 然後所以後來我交那一場 欸我剛看了一場他們的比賽 他們都不像我們這樣欸 都盡情的在做自己想像 沒有他們都在搶快的 都在逼對手要進來 因為一直要call game了嘛 對然後他就 可能因為我這樣講 所以大家也開始搶快了 我們就得到了一場全新截然不同的遊戲 而且大家都很驚訝 就是說原來這遊戲可以這樣玩 我們沒有人想到這樣子 聽蔡娘這樣講 其實我想到那個Seasons那款遊戲 也是大家可以稍微去控制節奏 因為就是例如說其他人在建構引擎 那我引擎建構不過他們的狀況下 我就只能趕快把遊戲扣掉 讓他們每一回合拿到的分數變少 來不及起飛 對對對 所以這個是我的五碗飯 那後面Fist的遊戲 你就沒有達到大西夫的高度了 說實話就剛剛那個 不是剛剛上禮拜 好女人 專業 剛剛上禮拜不是說他的腦粉是我搞嗎 其實Peacebook就是我是他的腦粉 他的每一個遊戲我都沒有錯過 甚至是那種他跟別人聯名的遊戲 我都有玩 而且他跟別人聯名的遊戲裡面 我都感覺出來哪些是他做的 哪些不是 我覺得他的個人色彩非常強烈 對對真的他個人色彩非常強烈 那他後面的遊戲我都很喜歡 像那個我最近剛剛評的那個馬拉開波 那馬拉開波其實我欣賞的是 他把那個殖民火星那樣的打牌的系統套進來 但是他沒有像殖民火星那麼就是要求你要很拖拉的打出一個很大的矩陣 或者是一個很強的鏈然後你才可以做出來 馬拉開波其實你玩過你會發現他如果你扣的好的話 其實三四張牌你就可以弄出一個很強的控制 幾乎沒什麼人會一直賣牌的 對對對然後他的遊戲節奏不像殖民火星 可能我一群人坐下來就要 對對對 所以基本上他的遊戲我的腦粉 包括那個香港大停電 甚至香港大停電是我覺得他solo遊戲裡面 歐式遊戲solo最好玩 因為他光那個牌就蠻好玩的 他那個牌是在做破歸民 就是在做編程最佳話 然後你只要做錯一動可能你就會很懊悔 你就想要reverb一下再重來一次 你光那個做錯reverb 做錯reverb你就可以玩一個笑 對 所以我是他的腦粉 今年那個Cloud Edge 對對對 我們有犯規這次 有有有 其實Cloud Edge英文版我就有看過 但我感覺出來是比較輕的 對他其實他是那個托斯 你身帽之余博根地身帽的感覺 就是把一些進化拿出來 所以我就在想說可能設計師有名之後 都會被出版社要求說 你做的重度太高了 對 你還有大重拍 我想是因為這樣 有可能 他把廣度拉大